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 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 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 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正治 文星喜宜 myradio.hk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捕月 身體力行 隔空法宮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好,回到最後一次的玉敏踩場 今天沒有台長良人那麼長 因為他是歐遊 對,歐洲 去荷蘭 荷蘭 十天,歎世界 沒得頂 何時沒有的 我們這幾個月都不用一次可以去旅行 梁振英也十天 對,他有放假 梁振英也放假十天 對,梁振英也放假十天 對 其實剛才說的 迂腐文人 古德明這些例子 其實我又真的 剛剛看到一篇 我覺得他寫得不錯 古德明是未必看得到的 他就在一些網上媒體 介紹他 《給古德明上社交媒體課》 就在《聚言時報》 上面的 這個 就是網媒 其實這些不是網媒 以嚴格來說 就是 一個網上的 網上的文字媒體 對,文字媒體 他只有登文的 很多好像婦人 那些 立場那些 《聚言》比較接近《本島派》 我必須在這裡說明 陳雪人寫了一篇 《給古德明上社交媒體課》 這篇文是回應 古德明不斷在他的專欄裡 去攻擊陳雲 因為古德明在《蘋果》那篇文 的題目叫做 《給陳雲上中文課》 他真是白癡 教陳雲中文 你的中文很厲害嗎 你的中文就寫給共產黨看 就行了 罵共產黨就行了 對吧 你去攻擊那些 無權無勢的人 跟你一樣 靠拿一支筆 是吧 賺錢的人 是吧 這個叫做下流戰革 更何況 你有什麼資格教陳雲寫中文 最重要是他執著Facebook那些 那些 那些網上媒體 我也經常很欣賞陳雲那些網上媒體 你寫其他報紙的時候 他寫的那些文字正正經經 好像你古德明那樣四平八穩 引經據典 借古語奉金 我以前也寫過這些文字 我寫過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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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是吧 講一個歷史故事 然後諷刺現在的 諷刺時弊 講金人 這些 我寫過這些文字 這種文字不是你創的 顧先生 是吧 台灣有人出過書 我現在告訴你 不是你創的 你不要以為你很厲害 是吧 你教陳雲 是吧 你真是不知羞恥 不知羞恥 是吧 還有你用心好你惡讀 這篇文章已經很客觀 是吧 你看看這篇文章 你就知道 你這個人怎樣用心惡讀 先不要說你們兩個 那個文學水平 怎樣比較 我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陳雲的書是有影響力 你的書是沒有影響力 講完 教科書 學中文 學英文 可以看這些書 是吧 但未必是最好的 同類的書 不需要看你古德明 但是陳雲的書 是絕無僅有在香港 我告訴你 你說看 要洗眼 他這麼混蛋 你讀什麼書 是吧 這篇文章這樣說 他說 古德明三番四次 陳雲在社交媒體 慣常用語 嘲笑陳雲的中文水平 至女行間 不乏貶低陳雲人格的說話 社交媒體不是個人部落格 是即時與別人互動的溝通平台 期間欺笑弄罵 採用慣常用語 為增加娛樂性 偶爾會加上圖像 或以當地人習慣口語溝通 而香港人喜歡中英夾雜 暗號潮語 或幾句粗口 這些是香港社交媒體的溝通方法 這些是古德明不會寫的 你要珍惜你的語毛 你是大家來的 你是文學家來的 你中英文 全香港最厲害的 你當然不會用這些 網上媒體 社交媒體那些 顯示用具 用字 當然不會 那你用這樣來說 陳雲通文不行 是否好笑 用文行置 在地點環境對象 古德明是愛引經句點 嘲笑別人在合適的地方 用適當的字句 在中文水平下 在社交媒體平台 打滾到不少日子的現代人來看 古德明嘲笑別人 不如就暴露了自己民不於父 悶死方丈 難怪他仍然停留在報章專欄年代 沒有網友只有獨有 被人做人簡單直接 不喜歡紙桑罵為 與其 被古德明上社交媒體課 說他食股不化 倒不如 說他心術不淨 這句真是說得好 雖則說文人相輕 但是三番四次 向一個被政治打壓 而失去教席的文人 落井下石 故左右而言他 已經不止輕事那麼簡單 古德明的專欄上的折落 香港本土派 有個國師陳雲所駐成邦論 據說成為香港建國論者聖經 問我有沒有讀過 我說有時間 不如重讀山海經西游記 很厲害 讀山海經 代表自己學問好 不如寫上讀過文心雕龍 詩詞通鑑 混賊 我都讀過 這書 飄離落尾 即使荒誕 卻搖催眉 毒後更不必洗眼 這個是2016年3月寫的 這樣去攻擊陳雲 即是這個成邦論 看完要洗眼 你知道陳雲的成邦論 有多多粉絲 知道嗎 古德明 你當然不知道 他想著整個香港政治的門局 這個是所有 這麼多年 沒有一個論者可以做到的事 而且就是說 譬如你說成邦論 他是把整個民主回歸論 裡面一些盲點 就是在Facebook status 所以這些是 賤人是沒有錯的 OK 接著看這篇文 接著這一段 我曾指出陳雲思是中共 他否認說 思是中共的人 有人敢自稱毛澤東嗎 我是香港毛澤東 他說算了吧 我就有一位故郊 愛在人前 高喊打倒共產黨 卻每個月搭中共專車 上大陸報告所作所為 連出入境紀錄都沒有 然則私事中共 為何就不敢自稱毛澤東呢 我不是三尺 同而 門 失論勢 聽其然 怎可以不宜觀其行呢 哇 很厲害 人家沒有出入境紀錄 你也知道 他做的那個海關 應該被恐教授 疾化了頭 你在共產黨的地位也很高 是吧 哇 你有個顧家 愛在人前高喊打倒共產黨 每個月搭中共專車上大陸報告所作所為 那你豈不是混蛋來過 這些共產黨特務 是吧 不用找解謀來吧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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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垃圾 這些人是賤人 是吧 對於2016年3月的文章 古德明要嘲笑別人的著作 首先要看對方寫什麼 正如我們要嘲笑共產黨 要看黨報說什麼 這是自重 夠膽說沒有讀過城邦論 還要洗眼來貶之 不懂自重 亦都是不論之所謂 這個中文也很差 怎會寫不論之所謂 如果用古德明的標準 三個月後又來攻擊陳雲 表面為民主派抱不平 最後暴露了自己對陳雲書籍大鑊好評 酸得要死的心理 老實說 古德明中文果然功力深厚 看到我牙齒也酸起來 同一個月內又有專欄評論陳雲 說陳雲口說反共其實私視中共 那你古先生不斷攻擊陳雲 那你就私視陳雲 我亦不是深切同意 當然不會說那麽荒謬的事 但你專門攻擊民人 來向自己面上貼金 並以這等此事而非 貿論不用觀其行 已經證明你人格如何了 這個是陳雪人 剛剛應該鋪上去 沒多久的一篇文 那你就 唉 何必呢 你說 你不能寫這些文 不用讓我這樣吵到撻皮 你再還我拖 我又繼續吵 我告訴你 還有 所有這些不合理的意思 包括你的同盟李懿 你說他三加聖盧 三聖盧 三聖盧 我告訴你 是嗎 那你是什麽 你是什麽 你告訴我 你是壞鬼書生 沒有人格的壞鬼書生 我根據現在這些客觀事實 來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看完這篇文章 是不是火都來買 這些是討論問題 是嗎 沒有資格教人中文解讀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你不去教 我告訴你 我自己以為有好歌的中文操位 但同一時間 證實自己沒有判斷能力 所以很慘 加上再是 拿壞心腸 用這些語文 你是用陳雲 在Facebook那些貼文的風格 來攻擊他十幾年前的著作文筆 說他的中文解讀 又不引述中文解讀錯流的地方 不堪的地方 在哪裏 你明白嗎 這是很賤格的所謂 是嗎 你要去解讀陳雲 就好像當年有一位姓潘的朋友 寫了一篇 你是否在解讀陶傑 收你陶傑 收你陶傑 拿了陶傑的文 引經據點錯的地方 逐點去說 你陶傑也沒得拼搏 是嗎 有時候會這樣去錯的 有什麽奇怪 你就將他在Facebook說的那些東西 你認為這些中文很差 然後就這樣有資格 和人出版這個中文解讀 那你應該要把中文解讀這本書 入面那些錯流的地方 是嗎 或者屬於中文文體的問題 你下舉例出來說 這樣才合理 你不是把兩日舊東西串在一起 就被人覺得糟糕 在一起問 你看 這文字這麼差 中文解讀這本書 就這麼差 這些是好人下流的所謂 最近蘋果沒什麼好寫 很理會嗎 很理會嗎 想不到你這個人 真是 集所有的 那些讀書人 那些壞的 那些壞的東西 宅於一身 很理會 但我覺得陳雪仁那些篇文 說幫他上一個社交媒體課 是寫得真是不錯 完全是導出了他 不單是辣外心腸 還要是過事 每個人都要為他自己所作所為 言行去負責 你既然寫得這些文 你就預料給我這樣屌 你可能是這一生人都沒試過 給一個人在一個公開的媒體 我們這個叫做 他這樣 這樣事意批評 你是沒試過的 我要告訴你 其實各司都有 是嗎 你是沒試過的 是嗎 現在你就試一下 等你們在家幾晚睡不著 我習慣了 我被人吵了 我都睡得著 我告訴你 你就一定睡不著 那關於教主 估得明白的話 我相信他也會繼續寫 看他這個 轉戰剛剛開始賣牙 然後會打到三個月 應該會繼續寫下去 還有 始終蘋果 我會覺得 你說我純粹陰謀論 那個感覺上 就是在這次選舉 已經做好整個準備 要把整個葉譜成的陣線 完全用他可以用到的方法 第一集會報道你這些正面的事情 壞事一定將它擴大 你明白嗎 那做法很容易 那些垃圾的傳媒 就一定是這樣做的 就像蘋果那樣垃圾的傳媒 就必然是這樣做的 是吧 你葉譜成的正面的事情 他不會替你報道的 OK 負面的事情一定是擴大 就是這樣 然後就再去抹黑你 去到最後關頭 最重要是看到民意調查 如果這些民意調查是好的 他一定會出盡全力來動力 所以大家有心 準備要維交 這個將軍老蘋果日報 我告訴你 你會動員五千人 是吧 一定有這個機會出現的 你知道嗎 2012年的時候 我已經是要叫人去圍充蘋果 然後燒充他的報紙 那些人力的 有些人反對 結果就在那個造勢大館 燒他的報紙 就用整個數據來燒 你明白嗎 沒有人用的 你一定要找人 起碼一千幾百人圍著他報館 對不對 一定要這樣的 讓他試一下味道才行 你現在沒人過癮嗎 不過他已經就倒閉了 你看他將《一周寒》 麻煩他兩本合起來 A B 答案 A B 答案 合起來 也不合起來 不是啊 現在報紙有改版 報紙有些版稅 我合起來 剛剛好像這兩天的做法 不是的 我告訴你 我們無緣無故跟他聊 2012年 一個《蘋果日周寒》 那種 生安百祖 我這一筆帳 我一定會跟他算 對不對 怎麼會不跟他算 你是不是剛剛才 但是 除了《蘋果日周寒》 其他泛民那些 例如之前那些 有些少少的 可能對於我們這個陣營 有些不滿的那些 剛剛在這段期間 他們有沒有什麼動態 或者一些的 沒有的 他們現在自顧都不下 我告訴你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分析整個選舉的形勢 未來 我們對他的威脅 不是很大 對不對 我們只是 努力地去 枯實我們的基本盤 還有 希望 有開拓新的票員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不會跟他爭票 等於我經常舉例 2012年 九東那個選舉 黃楊達做得很成功的地方 就是 我們是不會介意 你陶君恒會拿多少票 或者你 譚香文 給阿欣申說 你不要指使他 去解救你票 都好 我們都當他沒有到的 我告訴你 當時已經有人來跟我說 我根本都不自可否 我們做自己的事 不用管他 當然後來變成 黃楊達選完之後 就在這裡說了那句話 接著就是一個導火線 從來不知 其實他只是講一個 他只是講他自己的感受 以及根據客觀的事實 整個選舉裡面 他們根本是沒有幫助 我們是靠自己的 對吧 我們就是靠自己 然後去開拓到一些新的票員 才拿到三萬六千票 對吧 他拿二萬幾票 是他國下的事 他沒有本事拿三萬幾票 那些不跟我們 對不對 所以選舉一定要這樣看 不要看別人會分到你什麼票 你最重要是自己做很多的事 對吧 選舉呢 是每一次都不同的 你會看的 不是一加一等於餘的 不是上一屆你會贏 然後這一屆你一定會贏 這些票會要回回來 不是他們這些票 你可以進行轉移給一個 Geals 自動過檔給別人 不是そんな 是嗎 每一次選舉都會有不同的議題 有不同的情況會發生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個道理才行 所以你每次打算人家戒你票,那你沒得搞 我們對他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投給我們那些人,你找一把槍指著給他 他都不會投給泛民 投給泛民那些人,堅定不移投給泛民那些人 你找一把槍指著他,他都不會投給我們的 我們分不到他的票 反為青年新政、香港眾志 這些就會分到他的票 他們現在最害怕 這些就真的可以分到他的票 因為今次的選舉,我告訴大家 我所說的,那個區隔很清楚 包括你非建制派的陣營 人家不會當你一體,這個就是泛民主派 不會的 如果會的話,梁天琦不會拿六萬六千票 是嗎? 是不會的 這個區隔很清楚 起碼是年輕的選民 是嗎? 他現在有投票權那些 有關心社會、關心政治那些 一定全部都不會投給你 民建聯和這個民主黨 我告訴你 他可能有一部分會投給公民黨 他都不會投給你 工黨更加不會 我告訴你 你有這些趙士信、鄭思律、郭永婧 這些人、郭永婧 都沒有用 是嗎? 因為你這群比較年輕的 在現在的社運界 你都是被人覺得你是左膠 是嗎? 你是不對 現在這一批已經冒出頭來 有很多粉絲、很多人支持的本民前 或者這一群比較新的 這一群 他和你這一群泛民的年輕人 即是等於民協也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可不可以搶到這些票 都搶不到 包括你工黨這些 鄭思律、默德政 已經是比較老一些 相對的 相對的 趙士信 或者細媽這些 你是拿不到這些票 他們是否有個想法 就是以為有些年輕的面孔 所以你工黨就是 那又是你三個人 要保住個位置 張超雄、李卓人、何秀蘭 那些就排在你後面 是 你會不會把郭永健 排在李卓人之前 排在張超雄之前 不會 你會不會把趙恩來 排在李卓人之前 會不會把趙氏 不是 鄭思律 默德政排在何秀蘭之前 不會 郭永健排在張超雄之前 郭永健不會排在張超雄之前 是嗎 那你只剩下九東那條隊 是新面孔 九東那條隊 就是工黨的主席 他們特意給一個 三十多歲 三十多歲 就當主席 其實人家說話事 都是幾個 結果他在九東只會 跟 九東只會分為民主黨 和公民黨 是嗎 還有 和中箭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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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均衡 大家都喉著頭 陶均衡 那兩萬八千票可不可以全給黎文駱 我現在告訴你 不會 這兩條隊在互相施殺 如果你計算這個數目發達 例如 例如 陶均衡的票都給他 他多拿一萬票就多算 然後他叫你王陽大 一萬票就多算 如果你這樣計算選舉 輸得你糟糕 那條數目一定是錯的 給點心機做一些選舉研究 拿每一個票站的數據出來分析一下 然後看看自己的樣子 看看旁邊的樣子 OK 如果你是選舉 我是專家 我夠膽在這裏說 OK 我們沒有裝腳的全部 我們從無到有的打出來 是吧 你現在社民連的主席 你不要到處抹黑我一件事 你梁國雄 盛世人 你不要做好人 是吧 不問世事 只要你一個人飽 全屋人飽 保住你的位置 就只有你一個很自私的人 OK 你自己都心裡很清楚 打算戰 你不要打算 我現在認第二 沒有人認第一 我要告訴你 是以最少的資源 去打一場選戰 是吧 人歷時代也是 是吧 你很簡單 客觀的事實就是 沒有了我們就散了 那你是不是事實 事實就是這樣 你是好人不肯面對這個事實 這就是一個事實 然後你還要出張單張 澄清啟示黃毓民2013年 已經退出人民力量 跟我們沒有關係 多謝你 是吧 聽說文元是舊世捱咪 也是捱咪 也是捱咪 現在變成人寫的公衆 Banner 他們還以為有人 認為我是寫文面 或者是人力的 你真的傻了 然後就認為他自己人力 和社記是很多支持者 那些支持者不要搞錯 投給黃毓民 你說是不是白癡癡 反過來說 就對了 是嗎 是應該我走出來 澄清這群混蛋 我跟他不妥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明明就是他們 對 那些澄清很多人都看不到 有些人可能以為我還支持他們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陳偉業和黃毓民 陳偉業和黃毓民 他們有沒有 陳偉業和黃毓民 陳偉業和黃毓民 我不認識他 在他們的世界中 還是陳偉業和黃毓民在一起 你明白嗎 其實我正在戴意他們 吳家產 問我 應該是我們澄清 就不是他澄清 你明白嗎 其他項目 如果我是他 幾大都不澄清 大家鬥模糊 別人問到的時候 要問怎樣 多好 這樣就行了 你明白嗎 搞政治搞到這樣 也算是垃垃圾 為何這麼低質 他以為你是負資產 他想不到原來 他當自己是正資產 他以為自己是政治明星 其實他都不是當我負資產 這個是不得意 你明白嗎 你問問陳志全會不會當我負資產 如果我現在告訴陳志全 你那個選舉我會幫你出來 你以為他會不會 很難 他現在和長毛有個Banner 一左一右 人社合作 他把票還撐回 他以為這樣可以撐到 那到時就看 很簡單 改個新名叫人民公社 對 人民公社就可以了 但是 老實說 你這兩個激進派的政黨 你拿不到現在這一班 即是 每個人在說本土 說港獨 說脫離支聯會 在這裡聲討泛民的 你現在看不到那個勢 他們在這裡聲討泛民嗎 這是我幾年前做的事情 對吧 亦都是因為這樣 你不要和陶君行反面 其中一個理由 你又不主張追擊這個民主黨 你不主張追擊這個民主黨 那個決議文是說明明追擊民主黨 你做主席 你就推翻這個 OK 你可能你的判斷是對的 你都未定 那現在你看一下 那這班年輕人 你過兩天好像說要在Channel I 和黃俊傑辯論 那你便看一看 對吧 這班人都不會拜你們 基本上 對吧 很清楚 這個形勢 你都掌握不到 那你這兩個 所謂進步民主派 但是保住原有的議席 保得住 你便很幸運 對吧 其實就是這樣 對吧 長毛他可能計他的數 你幫我拿四萬幾票 我就算不見了一萬 我也贏 對吧 對吧 我告訴我 他這次選舉 他很樂力 在新東 不會啊 他最後一局而已 他一定很樂力 你說陳偉業 你又想著 上次我第二高票 這次我也打過折扣 對吧 那我都夠了 那你便試試 一定會令你很吃驚 我現在告訴你 選舉結果 這個是形勢 我們看這些 是很少錯的 對吧 你去多些區 你會感受得到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開街站 在荃灣 瑜伽新城 撞到陳偉業 在那裡的感覺 我不是說什麼 但是 街坊 完全是不會覺得 是一件事 純粹是會覺得 但反而見到我們的話 那個感覺 是覺得我們是有個議題 是推動得到 推動得到 推動得到 就是民主派最大的問題 你要告訴別人 你想做什麼 而且沒有話可說 他很清楚 現在就是換梁振英 現在就是重啟政改 換梁振英 那叫阿爺 黃偉基也這麼說 黃偉基的訴求 都是換梁振英 尖培中也這麼說 尖培中也是說換梁振英 你跟尖培中沒有分別 所以大家的訴求都一樣 好,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接下來的星期一 也是見不到台長的 我們到時就看看 找誰來做拍檔 起碼今天我一個人 旁邊這兩位 年輕一點的都有開口 不只是我一個人說 好,今晚都靠你 今晚就是兩個字 叫做屌人 對 很痛快 很痛快 其實我如果不去幫 為陳雲辯護 吵咬古得明 古得明 不會在那裡夾咬我 沒有所謂 人生苦短 生命有限 朋友我們認識夠了 不好意思 對嗎 基本上朋友來說是婦女 教育又為虎書 對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